大哥 開什麼東西 想請你幫我示範 怎麼性感的擦這台車 你就把他當成是我沒關係 沒有人要把他當成是你 沒有 No money 沒有那種想法 誰要把你當成是你 是 請尊重鄉民 車模 車模 要做什麼 唉唷 這個可以 這個可以當的 可以當的 一個怎樣 OK 好 可以 你可以說出 三個你討厭男生在車上的壞習慣嗎 我一定會為了你改的罷脫 罷脫 裝可愛 罷脫 罷脫 有聽過另外兩個字嗎 好 好 三個男生車上的壞習慣 就是我坐在你旁邊 然後我是 我就看著你 剛剛說你是不是帶我出去 你是想罷我的人 然後你就看到前面 就遇到三寶啊什麼的 你突然緊急煞車 然後就變 沒有人啊 沒有休養 對 我就覺得這男生EQ 不行 我下次就 你只要帶我出去就 再見 對 再考慮 就是不能情緒太差 對 然後還有呢 還有第二個就是 手不能亂摸 不能 這不能亂摸 對 一定 開車摸來摸去開始 對不對 對 就是 男生就喜歡耍帥嘛 就是年輕嘛 在我們這種年輕女生想耍帥 然後就可能踩煞車啊 然後又爆衝啊 踩煞車又爆衝 我們女生這樣 不舒服 對 不舒服 其實開車要舒服 對 如果說妳可以開車開到 這個女生很安心的在旁邊睡覺 那才是技術 對 對不對 你不能開他已經手抓了 真的 真的 這在過癮什麼東西呢 如果男生做 女生會覺得特別加分的習慣 對不對 我是有在注意這些小細節 是 第一個 就是比較紳士的話 可能會 這是滿貼心的 所以我們就是司機 OK 這個還好 這個真的還好 而且妳還要求坐後座 沒有 沒有 上車的時候會 幫妳系安全帶 安全帶 那也是吃豆腐的一個方法 對 小路亂撞 對 小路亂撞 真的好感動超加分 好 是不是加分 超加分 這應該分兩個層面吧 如果你喜歡這個男生加分 對 不喜歡這個男生的話呢 騷擾 我就會抱緊 對 這個 上路的時候如果緊急煞車 會這樣 對 扶住女生 先互助女生 那個時候就覺得 為優先 好棒喔 那個時候角度很重要 對 是吧 對 妳萬一護著 欸 我就會又抱緊 妳又抱緊 我來抱緊 就是會護一下 對 護一下就會覺得 這個男生 很體貼 然後又很有擔當 就表示他